周总理为什么总端着右手 还得从江青说起 1939年6月 周总理从重庆回到延安 硬要去中央党校讲马克思主义 当时刚同毛泽东结婚 不久的江青 一定要跟着去听周温来演讲 毛泽东想了想 说就让他陪你去吧 代表我 向学员们问好 他也可以听听你的讲课 接受教育吗 江青满脸笑容 周温来顿了一下 说将青同志一起去 好啊 去中央党校要过延河 那时延河上还没有驾桥 当时正赶上延河掌水 汽车无论如何也开不过去 毛泽东当即叫王来 先扶他骑乘了大青马 这匹马伴随毛泽东 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把山涉水很有经验 毛泽东还不放心 又让他的警卫参谋 蒋泽民随 行 过延河时 水深极西 王来音给周恩来牵着马走在前边 江青骑着马紧随起后 蒋泽民走在最后边 众人平安地蹚到对岸后 王来音丢开了周恩来的马缰绳 在河滩上穿鞋子 这时 刚刚上了河滩的江青突然心血来潮 他两小时进一家 扬起鞭子 对着坐马就是一鞭 那匹马一下子猛烈地奔跑起来 大青马和江青骑的那匹马原来是一对 江青的马一跑 大青马也跟着跑去 这么以来 江青和周恩来的两匹马 一前一后 在沿河边飞奔起来 结果就在河滩路江要跑完的时候 江青骑的马惊动了附近人家的一条狗 狗迎着马头 黄笑着跑过来 江青见状惊慌失措 猛的一乐马 陡然拐进田仙的小岛 说识迟 那是怪 周恩来的大青马也已跑到 眼看就要撞上江青的马 周恩来一个几百弯 不巧 前头是个大树坑大土坑 大青马在紧急避让 中将周恩来摔了下来 周恩来啪 头撞到地上的石头 伸出右手去撑的 结果折断了右臂 周副主席受伤 自然因向毛泽东主席报告 王来因 蒋泽民两人十分为难 因为江青这个特殊人物夹在中间 要报不敢 不报又不成 最终还是由王来因骑马 回梁家里 如实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很着急 在院子里转来转去 一面叫秘书叶子龙 和他一同去党校看望 一面对江青发火 你出什么风头 你耽误了多少大事 江青力亏 远远的躲开 以后好长时间 都不敢回梁家领见毛泽东 对周恩来的伤行 中央非常关心 马上向八路军卫生部署部长王斌 做了具体交代 可是当年住在延安拐卯村的八路军总医院 连一架好的X光机都没有 到八月中旬 才通过X光片显示知道 右肘右肱骨下端发生粉碎性骨折 断骨已形成错位愈合 又必已造成固定的向肩的方向弯曲 而不能伸展了 后来周恩来去莫斯科警 行二次治疗 苏联医学专家经过三次会怎么后 提出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就是重新接骨 但要动两次手术 花费时间要长一些 这个方案即使万一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 但效果肯定是好的 第二个方案 就是强力拉扎已经愈合的肌肉 但最后手臂只能伸展40度到60度 效果不会很理想 苏联医生希望采用第一方案 但周恩来考虑到国内的工作再等着他 毅然决然的说 我现在不可能长期在国外治病 国内的事情很多 别的就无需考虑了 只要能够用他进行工作和生活 我就满意了 于是就采取了第二个方案 从那以后 周总理的右手就再也深不值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